特首,其实我们立法会在16年以来最少7次讨论了这个议题 我每次开公务员事务局和保安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我基本上都有提出这个问题 我最近也请立法会的秘书署的研究部 也做了这份法国和新加坡禁止侮辱执行中公职人员法例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给了很多时间 昨天你读完这个先证报告之后 立刻都有些警务人员跟我说 一天没有这条法例 他们都觉得不够有尊严 而且也不安心 所以我都很希望特首尽快去做 每一次都是两边局长 公务员事务局还是保安局都已经说了很久 我都希望特首可以尽快有个清晰的指示 我都觉得其实相向的 好像澳门那样的相向的侮辱罪 都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但是如果是侮辱公职人员的话 可能就最佳一等 好 我们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不过容许我说一句 最终法例都是一个手段 社会最好的境况就是自觉 我们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自觉尊重法治的社会 自觉尊重别人 所以你要留意在证报告里面 当然有关教育的部分 我自己特别加强了一段就是家长教育 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父母 都是没有什么受过高深教育 但他们都懂得教子女的 教子女要守规矩 要有礼貌 父母 父子孝 兄弟相亲 邻居要和睦 所以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 而且教育不是只是学校的责任 家长有责任 社会有责任 传媒有责任 所以一方面我们会按着 郭议员的提议 认真再跨局研究 或者政务司司长提提 跨局去研究这个议题 但另一方面 社会一定要回到一个比较理性良性 让事情可以自觉知道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的情况